为了让孩子都能够有学习音乐的机会 国新乡港元国小成立阳琴国乐社 除了经由参与社区及节庆表演 让学生们找到学习乐趣及成就感 另一方面也藉由音乐学习 陶冶学生性情 培养学统终身才艺 港元国小阳琴国乐社 实力时机已经超过20年 针对三到六年级的学生 目的就是希望 每个人都要学会一项乐器专场 配合社区以及节庆活动 让孩子们学习到自动自发 也坚持学生自信心以及荣誉感 例如说 在许多客家的活动的时候 可以派上用场 那你觉得你学了之后 你觉得你收获什么 收获就是可以学到这些乐器 还可以学到怎么使用 让大家听得很开心 有大家一起学习 然后自己也可以多学一点 然后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以谈一谈会比较舒坚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个怎么谈 港元国小是道地客家村 因此学习教材 也以客家歌谣 以及节性群为主 如客家本社 及桃花开等等 除了外偏老师进行教学 另外则由学校老师进行团练 让学生在学习中加深认识自身文化 就是有很多人看着我们 你就会觉得让他们大家也认识我们客家的传统乐器 让自己以后不会比较怯场 然后让自己以后也不会那么害羞 会勇敢地就是去表达 那我们这边的小朋友不管哪一位 不管聪明才智与佛 每个孩子都是 都要来学 对 每个人都是 我们也会尝试让孩子学习第二种乐器 就是如果说他第一种乐器 已经能力上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他有语力的时候 他在高年级的时候 他也可以学习第二个乐器 所以我们之前有蛮多届的学生 是变成说他两种乐器都会 悠扬的乐音回荡在校园里 平时下课时间 小朋友也是乐器不离手 除了讨厌性情 也培养休闲兴趣 热在其中 而结合客家母语 除了启发学生对于音乐的热爱之余 也达到客家文化传承目的